字幕提供 好,我們現在來到 做一個酸辣鹹蝦海鮮湯 有些鹹蝦其實是用鹹蝦醬 這次用的是泰國的鹹蝦醬 泰國鹹蝦醬特別會滑一點 而且會重蝦味 其實很簡單 都是用一些天然的材料和鮮的材料 好了,鹹蝦,有蒜頭,乾蔥 當然有少許海鮮 海鮮我會特別選擇蝦 蝦我想買蝦頭 因為蝦頭裡面的蝦膏 都是帶不同的味道 亦跟蝦醬是不同的層次 好,我們來了 首先切了西芹 是表皮 還有西芹碎 還有一個香茅 還有一個蒜頭 蒜粒 還有這個芫茜筋 記得要洗得乾乾淨淨 因為始終是一個筋位的香草 所以它的筋部都有些泥沙 盡量要洗得清清楚楚 要不然吃得很粗糙 吃得很粗糙 吃得很粗糙就不好了 好了,乾蔥 可以量的一次就可以了 好了,蕃茄 開熱就可以了 好了,青檸葉 又說回來 一定要把蒜頭撕出來 才能留得到香味 香味的層次 好了,現在就做一個鹹蝦醬 然後做一個魚露 這個白醋 好 好了,現在去到蝦頭 不是,整條蝦 我的蝦肉不會先放進去 臨吃之前我先放進去 因為我還不想海鮮超過燒 今次我就有 BB白酒魚 還有魷魚 青厚 還有蝦 我首先要先切蝦頭 因為我想蝦膏流進去裡面 先說回來 因為蝦裡面 頭沙朗也有時候看看 如果沒有吃下去 都是有點苦苦的 甘甘的 好了 蝦頭 我通常喜歡撕上頭殼 出得快點的味 我也做一些預備工作 因為有時候蝦 也有蝦腸 你挑出來 在背部 輕輕地開開刀 不要撕下去 撕下去 撕下去 撕下去會幫你破斷 斷了 有時間要洗 如果你想做得好一點 就叫我開 我們叫BUTTERFLY 或者開花 即開邊 把蝦 把蝦 背部切得再入多一點 稍後煮上去 捲起來 就蠻漂亮的 好 這個淋上之前 先下海鮮 放在外面 加一點鹽 好 先蓋一下 好 現在看看湯 剛才的酸辣海鮮湯 焗了差不多 有15分鐘左右 現在這個應該差不多可以了 先試一下味 加多一點糖 加少許魚露 好 現在最後 放入海鮮 海鮮 不要超過熟 等到分次序 因為其實你的青口 都可以先放進去 然後到這個 BB魷魚 然後到蝦 開了腸的蝦 兩隻 其實海鮮是很快很快熟 當作蝦 又是BB魷魚仔 其實在水滾 其實你煮大約 分半小時 分半小時就可以了 因為到時你放回湯 因為湯也是會熱的 所以一路會慢慢提起熟的程度 好 現在倒入湯 你看看蝦的精華 都放入蝦湯 OK了 現在擺設了 好 再做這個 酸辣海鮮湯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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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M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